大家好,我叫徐恒鳴,我來自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世界發展系,現在是二年級 那今天除了介紹我自己,我覺得我要介紹一下我的系 那首先先歡迎美麗的助手碧玲,先幫我們發一下她自己的名片 她是我們的系上,然後她是系台長,那發一下她的名片 那她是系台長,那我就是只是幹部,所以如果想要認識我的話 就到我的臉書,這邊有我的名字,那個網址跟我的名字 那我想介紹一下我們文化事業發展系到底是怎樣 就其實有點模糊 那文化事業發展系,它是以文史哲義 文史哲義,文學史,歷史,文化史之類的 然後還有哲學史跟美學史 那以這四個主軸當作一個概念,一個主軸 然後會有其他的課,像是今天敘使我來的西貨文案寫作的課 然後還有攝影,我剛才就拿了很重的單元在那邊替這雙雙拍照 然後我要講什麼 好,那文化事業發展系呢 大家其實不太了解它在做什麼 那我想要介紹一下就是說 大家知道哈利波特裡面第一集神秘的魔法石 裡面有那個三巨頭 就是那個哈利跟榮恩要把他腳離開 然後跳下去那個木板 然後下面有黑藤蔓 對,那有人知道三巨頭是怎麼來的嗎 好,那大家一定不知道 其實它是那個J.K.羅里看了很多書 那是一個西洋的文選裡面其中的一部分 好,那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來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系上呢 就是要 培養我們這種能力吧 就是 你看了很多書 然後你可以 應用在你自己的作品上 對 好,那現在開始講我自己的事情 好,那 那 就是 前面都很厲害 我們現在很緊張 好,那 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那 在我高一的時候 我才 踏出了第一步 上台 然後 唱歌給大家聽 那時候 我記得那是第一次登台 我非常的緊張 我手在抖 然後腳也在抖 但是我還是 很熱情的叫大家 叫大家把手借給我 然後在那邊 這樣子 耍耍智障 然後後來 二年級之後 第一 一年級是 第三名 然後因為這個第三名頭銜 然後我就去參加 超級行風大道的海選 那一屆是 李嘉威 然後結果 我沒上 然後後來想說 反正之後這樣子 從台南到台北 這樣通車也很麻煩 就這樣安慰自己 然後後來 二年級的時候 還是沒有放棄唱歌的夢想 二年級是第二名 然後到三年級之後 為了要學業 然後 我就覺得說 唱歌一直是 我 才是他的夢想 所以我一定要繼續唱下去 然後還有 就有參加 全校的比賽 然後三年級的時候 就得到了第一名 這樣 然後就覺得 蠻有自信的 然後後來 高三要認真讀書 然後認真讀書就會覺得說 那我一定要考上台北的學校 因為這樣出去參加那個 華人星光大道 超級有像 終於不用這樣子 台南到台北 這樣子每天這樣通車 不是每天 每個禮拜這樣錄影通車 很麻煩 那其實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然後總之 最後我考上 那我考上之後呢 參加了學校的第一個比賽 赤銜獎 那我第一次參加出賽 我就 嚇到 大家都那麼會唱 然後後來我 自己歸納了一個因素 就是說 因為那是要報名 要報名費 所以大家就 可能 如果不會唱的話 就不會想去參加了 然後後來 很幸運的出賽 我晉級了 那晉級之後 到了副賽 就 不是副賽 是決賽 然後決賽就 浪產 我只發生那個 可能是我自己 臨場反應不夠好 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就沒有得名 很難過 然後後來陸陸續續續 去參加那個 世新大學的 然後台大的 然後都沒有得名 而不是連連出賽都沒有進 那就覺得很難過 那時候想放棄 而後來 因為在 我難過之前 我先報名了一個 台北大學的 北運獎 然後 就是 覺得說 欸 那我都已經報名了 那我還是去參加一下 就是當作最後的一國 結果 最後一國成功了 我居然晉級了那個 初賽 然後進到決賽 然後我決賽的時候 就 我就去參加決賽 然後一樣是沒有得名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後來 痾 最近那個 之前那個 有一段時間 超級偶像跟那個 華人星逛第三屆 都在海選 他想說 欸那我去試試看 就都沒有得 然後後來 就是跑出一個那個 陳曉金 也不是陳曉金 就是一個 貴人啊 就是金牌麥克風 那其他製作單位 之前製作單位 是超級有效 然後後來 好像音樂一些因素 跟三立分家 然後後來 他們就製作到那個 節目 那 之前我去想要去參加 那個他們的 踢館賽 然後結果 最後也是沒上 然後後來 痾 過了不久之後 他們就邀請我去 他們公司試唱 然後去試唱 接過 一直接 試唱完之後 一直都沒有接過 那直到某一天 我就突然接到電話 然後他要請我到 佳南藥里科技大學去錄 那再看一下 那個 初賽的影片 謝謝 我的窗角 藏在別人眼中的禮標上 我的彈腦 推放著別人眼中的包藏 這裡請的水泥牆 是別人眼中的承擋信仰 窗外刺眼的陽光 難道沒有自己 應許的地方 S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兩條樹竹的逃亡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This is not where I belong 就算沒有承諾 就算沒有影響 就算讓我晒傷 我後著就是我 選擇的逃亡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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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剛剛你也看到了上週會救回來的今天順利未免 上週第二名呢今天竟然被暫時淘汰 也許待會會被我後面的三百位觀眾給救回來也不一定 不過接下來這位呢也非常的優秀喔 他為了實踐他的夢想 據說減肥了二十公斤 我們來歡迎這位徐恆明 大家好 我是徐恆明 20公斤是真的 我來自台南 我小時候還喜歡唱歌 因為只要我唱完歌 打工就會買炸機給我 所以我每天又吃很多炸機 就能不能從四十六公斤 變成八十公斤的小胖子 看著競爭中又來擁抱自己 我沒有自信 不敢套上高台 更別說是唱歌了 直到高中我瘦身成功 在家的校美的歌唱比賽 認識了一群好朋友 我們一起組團 一起玩音樂 現在 我喜歡唱歌 我暫時為了要吃炸機了 為了這次的比賽 我努力健身 運動 訓練自己的肺活量 甚至還半夜 跑到體育館練歌 有時候 難我生氣 你總有辦法動我感受 我想要站在舞台上唱歌 我想要有自己的專輯 我是許和平 我準備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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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去參加這個比賽 想說 因為自己覺得自己蠻有實力的 結果沒想到他們那個比賽現場 沒有那個內場 所以你自己聽不到自己聲音 然後其實我在彩排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嗓子也唱過了 然後其實真正錄影的時候 我有唱過音 那後來他們製作單位就有幫我笑掉 這樣保護我 然後 我覺得唱歌是我的興趣 我並沒有要把它當職業 其實我未來真正想做的是 DJ啊 主播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是蠻喜歡 用 透過聲音 透過麥克風 聽到自己聲音 然後聽到自己的作品 那我今天分享就要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